还有大会的全体艺工 还有所有常语学的学员 大家笑我好 我是去年9月份 参加了北京第一届常语学的初中语班 然后是今年的2月份 参加了江门的第一届高学班 我叫杨明 杨家将的杨文武 下面我也分享一下 我学习的常语学 然后通过常语学去帮助 我的一些病人朋友的案例 希望大家有帮助 在分享之前 我也要感恩对我来说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也就是我的介绍人 林响佳老师 因为当时是林响佳老师 介绍我记录常语学 所以我要感恩林响佳老师 谢谢 那下面我又分享一个 比如说我在 我因为也是一个中医师 我就分享一个在我门诊 这个一个病例 它当时是一个中风后遗症 左侧的一个大老鼓塞 在医院的话 做了差不多有三四个月 它的下 左侧的下肢 是肿脏 而且基本上是不能动的 当时到我的门诊的时候 我说 我可以跟你试一下 当时我是用了针灸 加了常语学 差不多做到第三天的时候 这个老人家 他是八十一岁的老人家 这个阿伯呢 就腿 肿脏的话消了很多 可以站得住了 因为他来的时候 他总是腿不能动的 是不能自己站立的 三下手 都可以站住 他做了差不多有十几次的时候 这个老人家呢 就可以自己走一小块之类 不用扶东西 但是呢 不能走的距离有限 所以我一会儿 我也可以把那个视频 放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也拍了那个视频 也是希望 就是说呢 做一个见证 再一个希望大家呢 就可以 学习到更多经验 我当时给他 的这个治疗呢 就是说是 C7 还有这个 因为他是脑部嘛 一个C7 再一个是他的腿 还有这个 因为他左侧的脑部塞 所以左侧的大脑 也是重点给他去敷 因为他的整个左下肢 是整个比较厉害 所以他的膝盖 还有脚踝 我都给他做了一些 针灸 还有这个肠脚的敷 这个案例呢 就是说也是我做了 我觉得比较成功的案例 所以他分享给大家 你还有一个子光肌瘤的 可以给大家分享 好 子光肌瘤的这个 案例呢 你说之前已经分享过了 那我就 呃 在这里再跟大家讲讲 希望大家呢 能学到一些 好的办法 那也是我的一个病人 他当时是子光肌瘤呢 是八心八 就是整个子光 你腹部 出诊的时候呢 怎么这么用呢 啊 这个病人当中 他也很害怕 因为医生啊 检查之后呢 建议他把子光肌瘤 切除 他当时呢 就因为给我试了 有朋友 后来跟我讲了个事情 我说呢 我现在学到了一种 比较好的办法 呃 会给你试一下 呃 这样一试呢 也就试了 有两三个月 他现在整个腹部呢 呃 出诊上去呢 已经是柔软了 但是呢 子龙呢 他去拍片的话呢 就说还没有说 呃 完全消掉 但是整个是逃整的过程 就是整个硬 他因为整个腹部啊 是一个硬块 因为整个很大嘛 他现在按上去呢 是慢慢心情软了 而且 那种痛的感觉啊 哎 其他一个感觉也 基本上没有了 这时候也是一个 比较成功难题 呃 除了这一个的话 就是说 我们之前还有 呃 在小伙传 比如说 那个 李锦隆师兄 也是当初 逼他的 然后的因果 其实呢 给李锦隆师兄的调理 也蛮少 就是杨冰一直在坚持 他这个病也是比较严重的 是 医学有一次要 要流血 对 然后都 现在已经 差不多了 已经好得差不多 快得差不多了 啊 这个时间呢 就是我们次医属的这个李锦隆师兄 对 他这次也来做一步 他当时呢 是两个腿 膝盖一下 是 牛皮血 后来他刚来调整的时候呢 是当时我跟他调 后来呢 是杨洁师兄呢 好多的师兄都有帮他去调整 他自己呢 他自己呢 学了长中学 也有帮自己调整 现在他两个腿 牛皮血基本上 已经 恢复了 七八成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 很好的一个见证 因为牛皮血 属于一种过比性的 他这种体制 如果从中医也好 西也好 各个方面 可以调整他 就比较麻烦 效果呢 不明显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 我们长中学呢 就是 嗯 感觉比平时 中医的 效果还要好的一个见证 那 那我就给大家放下来 我拍了一个视频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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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